华为官方准时宣布Mate 30系列手机 将于9月19日德国慕尼黑正式发布 官方公布的宣传视频是一个圆环 基本上就确认了这次Mate 30系列手机 会用上莱卡圆环形似舌拍照技术 根据之前的爆料 华为Mate 30 Pro在设计上有两大变化 一个是背后镜头模组 由Mate 20系列的方形变为圆形 二十双曲面测评的曲度更大 近近90度 也就是业内目前俗称的迫步屏 配置方面除了搭载70990 Mate 30 Pro还将配备双4000万主摄 Smose尺寸达到1比1.55英寸 此外还有1200万超广角镜头 以及800万的5倍光学变焦镜头 支持双超级快充的4500HW电池 一装EMUI10系统等 充电方面也预计进一步提升 最高永望支持30W无线充电输出 电池容量方面再继续拔高 聚传华Mate 30,Mate 30 Pro 分别配备4200环,4500环兼职 好了,本期的每日日播报就到这里 更多有趣高频资讯就在这中介 欢迎来到我们官网的送中测评的 免费吃中心酷片 请大家多多跟着我们